王立杰被誉为中国最勤奋的天使投资人之一 创立并拥有天使投资品牌Pre-Android 从2011年开始已经累计投资了200多家初创企业 从今年2月启动美元基金开始 已投资45家美国公司 其投资的代表企业包括 九英天下、一航、乐蛙、游友一栋、罗伯泰辣等 本期对话Pre-Android创始人王立杰 华人在美国做投资 他有哪些优势、有哪些挑战 华人在美国怎么找项目 第二就是如果你找到项目 他为什么要你的钱 我们也总结过 第一来讲的话 可以有一种顺藤摸瓜的方式去找项目 比如说我们通过朋友引荐的一家公司去投资 投了以后我们就让创始人再给我们推荐两家项目 然后我们去拜访这两家项目 如果我们成功的投资后 我们就相当于有一个推荐了两个 然后就让他们继续再推荐 如果他推荐了两个项目我们没有投 我们就让他能不能再推荐两个 就是你可以说让每一个项目都成功的给你推荐两个 一个到两个 两个到四个 就成为一个顺藤摸瓜的投资方式 然后你可以让每个投过的项目的其他投资人 他给你推荐他的其他投资人认识 然后你让他们再给你推荐项目 所以说我们现在以这种方式 顺藤摸瓜已经找到了很多优秀的项目 然后第二就是很多人怀疑说 如果这个项目足够好的话 美国当地的投资人就已经给他投足够的钱 为什么还要你的钱 然后这里边也有很多我们的误区 就是美国的投资机构很开放 他们喜欢跟别人一起投 尤其是天使投资这个阶段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优秀的天使机构 确认了一家一个项目 然后他要融一百万美金 他还剩五十万美金需要找其他投资人投 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荣幸有机会 跟你这些优秀的机构一起投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你的钱 就是你来自中国的投资人 你的资源也都在中国 不在美国 但这个恰巧是现在时代的机遇 就是现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美国有很多公司很看重中国市场 比如说Uber Uber现在在全球的用户使用量里边 中国占了一半 就是中国的使用量超过了美国加上其他国家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证明中国这是一个足够大的市场 那么美国很多公司本身是要有这个Global的这个想法 那么中国是他们不可忽视的一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有一个中国的投资人 能够帮他提供一些关于中国市场方面的信息 帮他衔接中国的一些行业资源 也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说我们很多项目都是这个以这种原因去开始愿意接触我们 也愿意拿我们这个很小的一部分投资 最后很关键的就是天使投资 很多项目本身还是比较这个不成熟的 在这个阶段的项目其实本身是需要这个各种投资人去投钱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投资人给钱 他们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排斥 只要是钱他们都会认真对待 只是极少数优秀的项目会说 这个我很挑挑这个谁的钱 要smart money 但是大部分这个项目本身他还不太成熟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投进去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吧 那你感觉美国团队和中国团队有些什么不同 美国的创业者都比较精英创业 就是可能都学习学历背景都很高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来美国投资就 就相对要对团队的学历背景有一些挑剔了 在中国我们反而不太挑剔 反正这个不管黑猫白猫 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只要他有能力 他这个敢干 敢想敢做 然后我们都愿意去跟他们深入交流去探讨机会 你刚刚谈到你喜欢团队是敢想敢做 我也知道你有一句座右铭是未来属于勇敢的人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当时是怎么悟出来这个道理的 对我们到现在为止 在中国投了两百多家企业 美国也投了四十多家企业 我反复地在观察这些创业者 什么样的创业者成功几率高 作为一个投资人这是必修课 很多 但是我最后总结下来 其实有一句古语讲的好 叫做富贵贤中求 就是每一个成功者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他都承担过很大的风险 就是这个risk taker 他都经历过这种惊心动魄的这种 这个孤注一掷的时刻 如果我这个决策错了 明天早上或者一个月后 我整个公司就一派涂地 然后倾家荡产 所有的财产甚至能用的杠杆都用上去赌一件事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发现越是聪明的人 反而越胆小 因为聪明人容易看到风险 然后看到风险就会胆怯 然后就不去尝试 但是很多风险 你还不如看不到 你还不如稀里糊涂地就冲过去 回头看 昨天晚上走了一个独木桥 但是其实你不知道 但是其实你就是走直线 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看到的是个独木桥 下边是急流 你都不敢走 所以说我说胆量比智慧还重要 因为没有人能替你勇敢 但是有人可以替你聪明 你的团队可以弥补你的这个知识的不足 智慧的不足 你情商低 有人情商比你高 可以帮你去做公关 做marketing 你的IQ不够高 你有别的人可以帮你做研发 做产品 但是拍板的人 你必须是打大的 机会多的时候 其实失败率没有我们想象的高 就是以前我们认为 十个人过独木桥 有一个能过去 现在其实按照我现在来看 十个人过独木桥 六个人都能过得去 而那四个人掉下去也摔不死 然后还会有投资机构给他钱 让他重新再开始 所以说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怕 都是自己吓自己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的现在环境越来越好 好的很多精英也愿意放弃金手铐 然后去放弃高薪去创业了 因为以前创业放弃高薪从零开始 现在是放弃高薪 马上有人给一笔钱 就是你创业吧 我给你一百万两百万 就而且越是精英的人 可以拿到越多的钱 因为整个资本市场很活跃 那这样的话 他好像觉得我创业的风险 有人承担了 而这些人本身够聪明 然后又有人帮他们壮胆 反而就是现在中国的创业 也慢慢的在精英化吧 这也是个趋势了 就是这些人有人帮帮壮胆了 但是如果你天性是胆小的话 你在前边这个一百万你敢花 有人给你了 两百万你敢花 那你融了一千万的时候 到了一个亿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花钱 你还会不会把钱花到刀刃上 你会不会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有些人融了一个亿 放到账上不敢动 就是一辈子没花过这些钱 不知道怎么做预算 去把这笔钱花出它的价值来 钱放到账上不动是没有价值的 你只有让它转动起来 所以说滴滴打车 这种每天补贴用户的行为 很多人看不懂 觉得太疯狂了 但是确实像京东 像滴滴这种公司 都是资本帮忙拿钱烧出来 对吧 如果你在这个危机上 不敢花这个钱 不知道怎么做这个预算 你也做不出这么的伟大的企业 资本也不会把钱给这样的人 对 所以说花钱也是一种能力 把钱花好也是一种能力 但是这个背后 你牵自己牵得手软 每天牵出去一千万美金的支票 要把它补贴给用户 其实是 这个是非常考验人的 华人在美国创业 我觉得也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回国创业 因为回国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那么海归这优秀的海归 如果有一定的技术 然后足够的聪明 组了一个不错的团队 然后堵上全部的这个这个 就把美国的全部一切都放弃 回国发展 有很多机构是愿意给他们投资的 尤其是像真格基金啊 像我们都愿意支持海外 这个海归的华人去回国创业 第二个就是留在美国创业 如果有一个华人要留在美国创业 那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团队 是一个美国团队 就是融合 就是如果你是几个华人创业 你在一开始可能意识不到 但是到了你到了A轮B轮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难吸引美国当地的人才 因为他们一来一看 都是两个华人创办的 就会有很多优秀的这个人才 他不愿意来你的公司 因为他有很多offer 他可以去更好的地方 所以说你要从一开始 打造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有美国的这个联合创始人 所以说一开始就要走到 美国人的圈子里去 我觉得既然来了美国 就要融入到美国当地 跟美国当地人混在一起 对 所以说我建议他们 要么就勇敢地回去 要么就直接融入到美国社会里去 不要在美国混在华人圈子里 这个有点就是不上不下 未来属于勇敢的人 我是什么时候发生过天使会见你 小强好不好 去什么时候开始做天使会 你那么不要习 你那样去什么时候看的 我真是这样 哈哈哈哈